嗨,我今天又有多一个关于PDPA的问题要问了 我是个小型企业,我也需要遵守PDPA吗? 要啊,PDPA其实它针对的不只是大公司 小公司甚至是个人的业务都要遵守的 哪怕你今天从事的是一个非盈利的组织 你也必须要遵守的 因为这个PDPA这里头呢 强调的一点就是你有收集你客户的资料 你就要遵守 而你在收集的过程中 你分享应用和这个客户的资料 并且你必须要遵守这些客户的权利 受到保护和尊重 所以呢,PDPA的这个条例呢 实际上它没有针对大小公司人员 所以在新加坡PDPA是每间公司 那那些做property agent还有保护的呢? 哦,那也是要遵守的 我要请问一下 比如说,我知道你是从事一些个人的生意 那你从事的这个个人的生意 哪怕是property agent,insular agent 甚至是一些很小的自己家里做的一些小生意 但是请问你有没有收集客户的资料? 肯定有啊 对啦 当你在收集的时候 然后你有应用和分享你这些客户的资料 对吗? 那这里头就是牵涉到PDPA的保护法令 而且呢,你还必须尊重 我必须再强调一点 你必须要尊重这个客户的个人隐私的权利 受到保护和尊重 太重要了 那我怎样可以多学习关于PDPA的要求呢? 哦,你可以扫描一下我们的这个QR Code 然后呢,这里头有我们PDPA的一些课程 这是一个一天的课程 它能够让你了解PDPA执行的一些要点 然后呢,通过这个课程 你就懂得怎么样去执行 或者遵守这个PDPA的这个条例了 好,我就现在就去报名了